欢迎其实锁定十点不一样 我是秦林谦 一人于天地亚平二女儿于愿起 罹患直肠癌八年来 努力抗癌化了近七十次 但是现在传出病情恶化 意识不清 戴着口罩仍难言憔悴神情 一人于祥全心心恶解于愿起病情 十八号晚间和女友带食物现身 医院大厅 简短回应神情凝重 于祥全频频点头致意 感谢大家关系随即搭上电梯 让外界相当担忧于愿起的病况 低头不发一语 于愿起丈夫Gary快步回到病房陪伴 于愿起罹患直肠癌 八年来努力抗癌 十八号传出病情恶化意识不清 让于天丽雅平声泪俱下 于愿起的经纪人透露 于愿起上半生的癌细胞扩散 都变黑了 情况似乎不太乐观 穿简面T恤在家自拍影片分享 一人于愿起离癌后 仍积极在脸书上卖商品 距离最新影片在上个月14号发布 经纪人透露 于愿起近日突然要结算业配进度 一问才知道新的化疗要50万 加上儿女要上学 让于愿起体的虚弱身体 也担忧家里开销 于愿起病情急转直下 不少粉丝都急气 希望于愿起能挺过这次难关 TVL新闻罗上张旗云 台北报道 一顾艺人艾成的家人 已经从马来西亚飞到台湾 而艾成母亲今天公开一封给儿子的信 另外呢也提到了 那么跟王瞳喊话 她永远是蔡家的一分子 拿着蓝色手提包 被家人搀扶走在机场长廊 她是一顾艺人艾成的母亲 与其他家人一共7位18号晚间抵达台湾 预计在检疫期从防疫旅馆请假外出至桑 19号下武功开一封给儿子艾成的信 开头就写下 自我亲爱的儿子 清楚你生来就属于舞台 即便有再多不舍 也没有把你留在马来西亚 因为希望能快乐跟梦想成真 艾成母亲透露 艾成本来对回乡期待不已 家人也都计划要让她与王瞳 在大马有个温馨婚礼 可惜没有留给大家实现计划的机会 新的最后也与王瞳喊话 虽然艾成离开 但你永远是蔡家一份子 跟艾成同样都是马来西亚的同乡 协助家人来台的绿委罗美林 透露一行人现况 据了解家人从事发到现在 其实都没什么税 而艾成的噩耗 不舍得还有演艺圈好友 我真的很心疼 但是也猜想她或许也辛苦了很久了 真的很希望她现在是安好的 在天堂是没有苦痛的了 同个选秀节目出身的歌手艾姨良 事后就发文 艾成现在有很多时间可以好好休息了 也谈到王瞳被不理性网友攻击 我觉得他们的心一定是我们 他们的心痛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 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意见 自己的成见做太多的批评 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极度认真的人 而且其实他这一次发生这个事情 对我来讲很shock 徐福凯说艾成给大家的印象非常乐观 呼吁大家要多陪伴身边朋友 也给自己机会 至于各界关心的追思会 经纪公司也确定将在24号下午1点半举行 让大家好好送艾成最后一程 艺人艾成逝世公益组织创世基金会 就在脸书发文哀悼 说他们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伙伴 艾成王瞳夫妻俩穿上黄色背心 拿起手板录制公益影片 人生语气里能感受到爱心满满 但是艾成最后身亡 创世基金会就发文悼念 艺人艾成离开了 创世也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伙伴 创世基金会透露 艾成王瞳所属八七乐团 2014年担任活动爱心大使 跑遍全台参与30场活动 因为艾成坚信参与公益是最热血的事 历年照片也曝光 不少人其实也现在才知道 他长期支持公益直呼谢谢 希望透过这个月明的意外 可以帮助他们盖新家 多抽一点善款 今年的中秋节 推出了哈勒月明 但不仅一家公益组织 珍善美社会福利基金会 宣传影片同样可以看到两人身影 希望大家加入爱心行列 大家好 我是艾成 我是王瞳 10月4号是我们的世界动物日 请支持领养代替公美 有领养爱犬的艾成跟王瞳 也曾经大力呼吁领养代替购买 甚至曾为狗儿子写了一首歌 只是提到唱歌 艾成也常为了宗教信仰创作 所属赵慧是8号就曝光爱成最后声音 也说其实他上个月才刚录完十二首诗歌创作 之后会陆续发表纪念爱成 为社会的贡献跟付出 TV边生活和这样寻听台北报道 新闻焦点来关注陆续有20岁出头的年轻人被骗去柬埔站 秦州屏东就有一对好姐妹瞒着父母偷跑 家长从孩子打回来的视讯电话中发现疑似被人控制 进一步劝阻却反而被劝说是家长想太多 翻开和女儿的对话记录 麦妈妈立马发现不太对劲 怀疑女儿被人控制 都是家里唯一的女儿被骗到柬埔寨 同样担心的还有谢妈妈 因为女儿跟麦姓女子是好朋友 两人一起出国 结果现在状况不明 大学错学的谢姓女子跟好友麦姓女子 两人在外租屋 到外地工作 平时透过LINE跟妈妈联系 但这次出国隐瞒家长头跑 前桃源市议员王浩宇在脸书说 柬埔寨是假议题 真才都会告知是偏门工作 90%以上的台湾年轻人知道自己做诈骗 有一部分可能是诈骗集团干部 全国工会人员协会前理事长李莱希柏文 营救回来的不是骗子就是傻子 这到底该不该就 我也不晓得要怎么讲 我只能对他们说抱歉 因为我也不知道 对他们来讲 真的是不公平 真的是有的是好奇 他们可能认为真的有这样的待遇 他们才会想说好奇的想要去 得知孩子可能遭受软禁或虐打 甚至被残忍的隔器官买卖 家长只希望第一时间能把人救回来 至于是否涉及诈欺等犯罪 还是警方后续调查终点 提变新闻 艾正前林欧璇 S1小组屏东报道 柬埔寨诈骗越演越烈 昨天被救出来的19岁陈姓男子 他会诸国是屏东同乡好友介绍 18岁的林姓男子高纸刚毕业 被执疑是转人蛇中介费 偷打视讯电话降低音量 就怕被主管发现 镜头上的男子困在柬埔寨 被关在赔富房 里头空间不大 都是上下铺 只有电扇可吹 他等家人 附属金集团才肯放人 开始说60万 如果说不到60万 就是要拉6个人 属金从60万斡旋 喊假砍到15万 正妈妈四处筹钱 眼泪哭干 儿子几天前传照片报平安 遭失报的他 脸颊淤青嘴纯肿 18岁的正姓男子 住屏東东港 8月3号出门 骗家人要到台中当保全 实际是非柬埔寨 落入诈骗集团手里 那天又被打 我说你是没有配合人家吗 他说不是 我能够干嘛 就吻我过被抓去打 跟正姓男子同行的 还有这名19岁的陈姓男子 18号返底国门 家人是透过立委帮忙 才脱身 一开始他们是三个人 相约出国 其中林姓男子却打消念头 家属质疑他涉嫌出卖 好哥们 确实是因为被受到优惑 确实是把他们两个卖过去了 这是逃不掉的 很冤枉 因为原本是我 原本是受害者 原本是说要一起过去 林姓男子喊冤 他说当初诈骗集团 以IG私讯他有爽缺 三名好友说好一起去 出发前几天 他跟正姓男子争吵 妈妈又拦阻 他才放两个人鸽子 而警方调查 集团上游疑似开高架 他每介绍一个人过去 就有仲介费6000元美金 但他说一毛钱也没拿到 面对外界指控 当仁舌仲介出卖好友 林姓男子家人喊冤 说他只是运气好 没有通行 检警将他依法送办 而柬埔寨遭囚禁事件频传 警政署寄出高额检举奖金 要贺阻受骗 但恐怕还有上百位台人 等着被营救 TVBS新闻 你战胜黄小琪 屏东报导 另外受到两岸关系 激动的影响 是不是也影响到 两岸合作打击诈骗的案件呢 详细内容交流记者李作和 好在这一次台湾人到柬埔寨打工 就没有想到遭到一连串的不人到待遇 现在说要出救出这些人 可是这件事情呢 也让我们凸显的是 我们方在外交上的弱势 变成在这个跨国打仗上呢 也遇到了一些困境 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所谓的0311专案 这个专案是什么呢 就是台湾透过大陆的公安牵线 可以和柬埔寨的警方来密切合作 那时候还带回122名的台籍嫌犯来征审 不过后来两岸关系激动之下 警政合作也开始停顿了 所以所谓的两岸合作只剩下虚名 间接的也导致说 这个打诈国家队是沦为口号 那当然呢 因为我们和柬埔寨是没有邦交的关系的 所以在很多打击犯罪上 也会受到限制 比方说像是跨境打击诈骗机房 以及要搜集一些 这些人口贩运的市政 因为我方的外交弱势 也造成了侦查上出现了困境 那当然现在呢 到底有多少的台湾人 是面临到这样的问题呢 警方用土法炼钢的方式 逐一的来查访 他们在台湾的家人 发现到至少是有334个人 还要等待援救 这中间的黑数恐怕还不少 因为有很多是大量的失联的人 可能查访没有被发现的 这都还要再观察 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 再度传出爆炸 这次遭袭的地点 除了西南方空军基地 还有呢 东边连接俄罗斯本土的跨海大桥 克里米亚短短10天 已经连续发生4次爆炸 疑似是乌克兰特种部队所为 而俄军紧急将战斗机撤出克里米亚基地 短短一星期 克里米亚连三爆 没想到周四晚间又传出爆炸巨响 据路透社报道 当地时间18号 俄军防空部队在克里米亚半岛 塞瓦斯托波尔一处大型俄罗斯军用机场 击落了一架乌克兰无人机 克里米亚大桥附近当晚还传出了爆炸声 根据当地居民说法 塞凡堡俄军基地附近 至少听到四次爆炸声 同一时间克斥跨海大桥也传出巨响 俄军声称启动防空系统 射下乌军无人机 不过加上前三次爆炸地点 克里米亚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几乎整座半岛都出事 乌克兰暗示连续起攻击都是他们策划 除了空军基地 弹药库和变电厂 克什大桥更是连接俄罗斯本土 和克里米亚的重要地标 俄军似乎被炸怕了 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 多架战机紧急撤出克里米亚基地 一波接一波深入战线后方 乌军反攻锁定俄军补给线 而乌军宣传影片也秀出前线作战画面 还有一段影片声称起落 俄军海音时无人机 从乌南到乌东 加上连接白俄罗斯的国境 有人发现这条前线总长2450公里 驾巧和莫斯科走到海牙的距离一样 要俄军在国际法庭接受战争罪审判 因为乌克兰平民天天遭受致命空袭 俄军连夜轰炸哈尔科夫 造成至少17人死亡 俄军连夜轰炸哈尔科夫 带来到现场炸毁的楼房 明明都是住宅 哪里看得到军人武器 军民只能看着破碎的家 眼面痛哭 另外俄罗斯在波罗的海飞地 加里宁格勒有最新动作 三架搭载匕首飞弹的米格三一战斗机 轮流降落 进入全天候备战状态 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紧张对峙 丝毫没有降温 TBS新闻综合报导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177天 到底这场战争还要打到什么时候呢 专家认为有三个关键因素 决定成败结果 再请作恒告诉我们 好 带你掌握俄乌战争的最新状况 那么现在有可能出现转列点吗 现在你来看到 在近一个月 似乎是出现了战事逆转的情形 在乌克兰方面 他们是轰了三桥梁 阻止了这个俄罗斯增兵 不过在俄罗斯 他们夺下卢干斯克后 就发现到往前推进速度 好像是变慢了 那当然呢 现在这个就有世界日报 他们就分析说 会有三大关键 首先是美国提供了高性能的武器 像是海马斯火箭 或者是幽灵凤凰无人机 其实从开战以来 美国援助乌克兰的 91亿美元当中 其实有这个17匹的武器 当然现在美国 他们要防止扩大 防止他们卷入 所以提供的武器 不会提供射程超过80公里 这样子的火炮 另外是希望反攻赫尔搜 那当然呢 这个绊脚石是俄罗斯 占据了扎波罗热的核电厂 泽伦斯基就指控说 俄军是要用核子来勒索 另外是要面临的是 气候上的挑战了 因为乌克兰到了9月份 天气会开始慢慢的变凉 而且到了10月份的时候 土地会出现风动的情形 换句话说 乌军是要在冬季前 获得实质性的进展 好 乌尔战争呢 我们刚才也听到了 现在有新的核灾危机 就是俄军占领了 扎波罗热核电厂之后 因为知道乌克兰不敢随意的反击 就把核电厂当作弹药发射基地 一名逃出核厂的员工向CN表示说 他认为呢 这爆发核灾的几率高达7到9成 所以联合国秘书长跟乌克兰 还有土耳其的领袖呢 就赶快的举行三方会谈 希望能够商讨如何化解危机 明斩屋顶破了大洞 地板也满布瓦力残骸 这里是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的尼克博士 军民们胆战心惊 就怕又有飞弹攻击 乌克兰当局指称这几枚飞弹 就是从俄军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打来 也就是这条河对面的地方 但扎波罗热核电厂其实已成了二军火力基地 因为他们知道从这里开火 乌克兰顾虑安全无法有效反击 由于乌克兰近期在南部反攻 俄罗斯更不想撤出核电厂 一名逃出的前员工表示自己曾遭俄军领虐 他因此对核场的未来相当悲观 附近居民则决定先逃再说 周围道路开始大塞车 由于俄罗斯反控是乌克兰攻击 又扬言可能关闭核场 但这句话马上被看穿对核安的无知 联合国秘书长古托瑞斯开战后二访乌克兰 他在西部大臣利维夫与乌克兰土耳其总统举行三方会谈 表达对核安的担忧 俄俄两国现在都说同意国际原子能总统访查 至于何时去怎么去还没有结论 俄罗斯表态反对设立非军事区 对于不断拉长的战争 乌克兰战俘家属快要失去耐性 他们趁联合国秘书长到访时 集结立为服示威 抗议救援行动动作实在太慢 这次媒体也聚焦土耳其总统爱尔段 战后首次见到泽伦斯基 记者会上他引设句话展现支持 土耳其先前成功斡旋 乌俄两国各自签署粮食协议 尽管身为北约成员土耳其也不想得罪俄罗斯 不过现在核场危机和后续换球看似没有太大进展 土耳其想在谈判桌让战争画下据点 看来还要花上一段时间 这辈子新闻综合的道 外界除了忧心两军在欧洲最大的核电厂附近擦枪 走火引爆核灾 后果将一发不可收拾之外 另外呢俄乌战争反倒呢 造成了俄国能源出口大增 再把时间交给作合 好俄乌战争之下 当然也导致了全球的能源问题有拉警报 不过我们就来看到 这也让俄罗斯似乎在今年的能源收入是增加的 我们就来看到英国媒体他们是说 石油的出口量在俄罗斯的部分是上涨的 那当然现在汽油的价格也是上涨的 所以光是这个能源出口的收入 就估计会来到10兆元 这个年增率是来到了百分之38 那现在呢这些收入 当然一部分会来当作这个军事资金 当然也是要弥补受西方制裁的经济损失 我们就来提到经济制裁的部分 汽车啊科技啊以及金融啊 在欧美的反制中受伤是相对比较大的 那当然现在不只是这个其他国家 那大家也开始希望可以坚取到这些石油的能源 像是缅甸他们就打算计划要进口俄罗斯的石油 为什么呢 当然就是要缓解供应不足的问题 还有就是价格上升的问题 说是大概在9月份的时候就会运敌缅甸 好再来把镜头转到的是大陆 来看看大陆爆发的供电危机 由于今年长江上游降与减少 过去水力发电丰沛的四川省 今年居然也必须要跟着限电 四川紧急的公告 工业企业要限电六天 重庆随后也公布了限电令 要优先让电渔民 而这波缺电危机可能再度的打乱供应链 这是大陆南京属于长江流域的石旧湖 往年被称作天空之境 今年却变成 河床裸露均裂 水位快逼近历史低点 会这样就是因为长江上游 今年罕见大缺水 民众往河里一直走 水最深也只到大腿处 这是重庆的嘉陵江 也是长江上游河流之一 往年这时候应该是风水期 结果今年却是干到浅滩落漏 水位比往年低三米左右 逼近历史最低纪录 最直观的就是长江上游的降雨 降雨是严重偏少 然后八月上旬 长江上游降雨是偏少了五成多 长期监测长江水量的研究员直呼恐怖 因为缺水不仅是极端天气的证据 连带的更让水电丰沛的四川 今年供电拉紧爆 四川电力供应的80%来源于水电 今年我省遭遇60年 罕见的高温干旱在岸 全省水电发电能力下降五成一时 水力发电供给一下掉了五成 往年还能把电送到其他省 今年自顾不暇 四川省要省内工业企业 从8月15到20后停产限电六天 确保让电渔民 在成都限电政策的影响下 成都市地标打卡点三顶楼沿大屏 目前也是关闭的状态 闹区商场冷冷清清 因为天气热 商场公共区域现在还不开冷气 往下的手扶梯不开 商办大楼关闭部分照明 显示屏的话有很多都是没有开的 然后商场公共区域的话是没有功能 广告用的灯箱LED萤幕能关就关 特斯拉还宣布成都14座充电站只有两座能用 重庆的电力也紧绷到极限 今天我们的最高负荷达到了96% 日发电量预计在6400万千瓦时以上 重庆也跟进8月17到24号限电 结果出现了这种景象 唐仪板凳全都搬进地铁站 因为这里最凉最消暑还不会被赶走 民众大探今年夏天真的好难 全是大部分地区热高温的 这个达到了这个38到42度 高温天气预计还会持续 少雨高温导致长江水蒸发量大 影响供电 重庆电不够用还得北电南送 也就是因为电力分配 甚至还爆发了四川和上海开战 因为一封公文写来 要四川省支援上海汽车业的供应 结果引发不满 说四川都限电了 上海还来抢电 这60年一遇的高温干旱 还让鄱阳湖枯水旗提早报到 现在居然就能看得到 血山的小桥 这个景观一般是要在 每年的12月份才能看到 我工作20多年来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在8月份看到这样的景观 过往成为八百里洞庭湖 今年湖面也缩水 湖底绿草全都显露出来 甚至还有野生麋鹿群 直接走过晒到军烈的湖底 问题是大陆预计高温天气 可能持续 等不到降雨 限电危机就难以缓解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那么距离中国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喊出脱贫攻坚 全面胜利 已经过了一年半了 那么TVBS前往大陆 最贫穷落后的地区 宁夏雇元市 直即这个曾被联合国评定 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之一 看到村民虽然都牵村了 但是战争跟疫情却大大影响 这些脱贫者的生机 为了让脱贫者有能力自力更生 肩带三个孩子 一只手机和网络就搞定的直播带货 时间最弹性 离开土壤贫瘠 毫无资源的宁夏山沟 不适自的马彦 对孩子有书念感触很深 习近平即将迎来他的第三个任期 脱贫攻坚 算是他重要的政绩之一 现在我所在的地方 是在宁夏无中村一个脱贫的村子 在这里的话你到处都可以看到习雨露 大大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标语 就树立在村子口 只是现实往往没这么容易 一场乌恶战争直接影响脱贫后的生计 服装加工生产 他之前是80%以为 都是做俄罗斯外贸的 刚好俄署战争就影响他整个出口 我们在联储的时候 将近用功人数达到300多号人 现在才是7、80号人 除了战争还有疫情 大陆消费降级 林芝原本看好他是上等的中药材 可以成为脱贫助攻者 没想到销量只有预估的两成 一年咱们最少的话要达到2000万 现在也就能达到 去保守一点 也不是保守 就是可能在三美到五百万之间 林芝种植工厂外 大大的消除贫困 打赢脱贫攻坚战 醒目的标示 使命必达的政策目标 如今在我们深入偏乡后发现 要让教育程度低发展能力弱的村民 不回到贫穷陷以下越来越困难 TVBS新闻陈旭一 陈向如宁下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